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 陳慕明教授在12月初的時候 去了一趟伊拉克的庫德自治區 那這個經驗非常難得 我們今天特別請他來一起跟我們分享 他在那邊的所見所聞 陳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先請跟我們談一下 你怎麼過去到伊拉克的庫德自治區的 包括簽證怎麼樣取得 你從哪裡飛進去 然後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困難跟障礙 對 伊拉克的庫德自治區 他事實上是在行政上面 跟伊拉克是完全分開的 也就是說他有他自己的自治政府 所以連簽證都是他自己可以核發 當然台灣沒有辦法 直接拿到他那裡的簽證 主要如果要辦簽證的話 還是必須透過當地的人 當地也有一些律師幫你辦簽證 我答案 因為他不是一個 就是享有各國承認的政府 所以他也沒有派駐的領事館大使館 他在美國這種國家是有代表處 有代表處 對這樣 但你拿了簽證 他叫做伊拉克庫德自治區簽證 理論上他還是伊拉克的一部分 只是說他享有一個高度自治的地位 這其實有一點像 比較理想的一國兩制 就是理想狀況的一國兩制 應該是長這樣子 台灣因為覺得伊拉克蠻危險 像我去之前 要去保險公司保險 保鋁評審 保險公司都不保 所以伊拉克全境紅色警戒 我花了半天解釋說 這個其實伊拉克庫德自治區 跟伊拉克是不一樣 所以他其實有定期航班 就是從杜拜 從卡達 從伊斯坦堡 都可以每天都有飛機飛過去 但這次據我過去直接看 我覺得 事實上沒有太多的觀光客 就是說可能整個 就是還是受到伊拉克情勢動盪的影響 大家對於庫德自治區 還是覺得它好像沒有那麼安全 可是你真的進去看 會覺得那個地方 確實它的整個管理 都非常的上軌道 那整個基礎建設的發展 也都非常完善 跟伊拉克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地方 它成為一個自治區 擁有它完全自治的權利 這個已經多久了 是從海山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嗎 我們知道就是1991年波安戰爭 在波安戰爭的時候 這個美國就鼓勵 這個庫德人就反抗海山的統治 所以那個時候就設立一個自治區 那這個自治區 基本上當時就是在美國的保護下 那海山的政府 海山政府的這些軍隊啊什麼 就沒有辦法再像過去一樣 進去裡面就是逮捕屠殺 是不是那時候美國也設立禁飛區 對 就是一個禁飛區 在北部那個 在某一個緯度之北 它是沒有辦法 伊拉克的海山部隊能夠進去 對 所以在1991年之後 基本上這個地方就 它有自己的民兵 它的民兵叫做Pashmega 翻譯成中文叫做趕死隊 所以它這個趕死隊 就跟美軍就一起合作 就是維持它整個自治區的這個防務 然後我們知道在2003年 美國正式推翻海山政府之後 那伊拉克後來在2005年 成立了一個新憲法 那這個新憲法裡面 就把伊拉克變成是一個聯邦國家 那在這個聯邦國內 庫德自治區 它就是享有完整的自治地位 它甚至有自己的總統 有自己的總理 那還有它自己本身整套的選舉制度 都跟伊拉克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這個庫德族人 其實在伊拉克 其實是它分佈在四個國家當中的一個 對 那能不能介紹一下 另外其他三個國家 目前分佈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基本上庫德人居住的地區 就是在土耳其 伊拉克伊朗跟敘利亞四個國家 那如果說以人數來講的話 土耳其的人數算是最多的 總共三千多萬土耳其 大概佔一半 那這個伊拉克的庫德自治區 大概是只有五百萬 伊朗八百萬 那另外少部分是在敘利亞 那從地理上來講 他們會自稱 就是這個就是 他們把伊朗的庫德人 稱作東庫德人 那這個土耳其的庫德人稱作北庫德人 然後敘利亞的稱作西庫德人 然後伊拉克自稱南庫德人 然後彼此之間呢 確實在方言 這個語言的使用上面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這個民族的認同是很強 大概都自認為是庫德人 我比較好奇是 一般來講這個自治區 通常都很難自治 主要都是要靠中央政府來給他經費 那庫德自治區在伊拉克 他是怎麼樣來自己能夠維持自己呢 因為主要還是在這個2005年的憲法裡面 具有規定就是伊拉克政府必須 這個把中央政府的這個預算的一部分 還是要撥給庫德自治區 那庫德自治區本身 他裡面也有產油 所以他也可以透過銷售石油的方式 來這個獲得一些利潤 那我們知道後來在2017年的時候 庫德自治區就自己辦了一個公民投票 獨立公投 那當時巴格達政府就把這些所有的這個 就是援助預算全部都停掉了 所以當時他們確實有面臨一個很大的經濟危機 那現在我過去看我發現他基本上已經恢復了 那這個經濟的情況算是不錯 就是說他們說他們還是持續有賣石油 那石油主要是靠兩個管道 一個是還是就是透過伊拉克政府來賣 因為這個伊拉克他本身還是有比較完整的石油銷售體系 那另外有少部分的就油庫的自治政府 來這個銷售給像土耳其這樣的國家 所以這個地方他目前主要的稅收大概有80%是石油收入 我們等一下會下一節來談這個公投自治獨立的這個事情 但是你這一次去為什麼有這個機緣能夠去 那你到了那邊以後跟人家來做郊遊 有他們知道台灣嗎或者是說那邊有沒有台灣人 或者是台灣現在有沒有庫德人是怎麼樣的情況 這我可以說明 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地方會有興趣 自己會真的跑一趟就是因為我們中興大學國政所 在前幾年有一個來自這裡的學生 許善德Zanst 那他在我們台灣也前後居住了將近10年 那會說非常流利的中文 那來念國際政治之後呢 每次在台灣不管是我們看媒體 還是看這個學術的這種相關的研究 就是對中東的印象都是非常的負面 確實很亂 還有伊斯蘭國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真正去看他們庫德自治區 就會發現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那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中也很久說 是真的像你講那個樣子 不太相信 一定要去看看 那剛好這一次他就也回家探親了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就趁著這個他回家探親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看 那所以整個的這個行程等等 基本上就是由他安排 那那個地方有沒有台灣人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 對 我知道就是說 在庫德自治區 有一位台灣的商人 在那邊做水塔生意 水塔 不舊鋼的水塔 對 對 對 我沒有見到這個人 但是我聽說 他在那邊生意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這次有在這個庫德自治區 見到一個台灣人 是一位男士 他說他是NGO 他是做NGO 而且是全家過去 那我們沒有詳談 那他說他在那邊住了一段時間 那另外也有幾少數就是因為 這個婚配的關係 就做過去的女士 那在台灣這邊的 就是來自庫德自治區的人 主要是學生啦 大概就幾個學生而已 所以其實雙方人的來往非常的少 那他們知不知道台灣 他們知道 所以這次我去 我在兩所大學演講 那另外我也去他們的外交關係學會演講 黨上 對 庫德那邊有大學 也有外交關係學會 有有有 所以他在外交關係學會的演講 就是叫我談兩岸關係 而且他們的這個學者非常精準的 就跟我問台灣2004年的這個公投 跟他們2017年的公投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表示他真的對台灣是了解的 是 那他們在那一邊是跟其他的 比如說伊拉克的 我們知道現在是什葉派為主的那個情況 他們之間的互動是怎麼樣 難道兩邊是完全隔開來嗎 還是說他們也會參與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情況 就是庫德自治區本身的房務 是靠他自己的民兵來負責 就是我剛剛講的趕死隊 那所以在這個就是 庫德自治區跟伊拉克的邊界 基本上都是檢查少 這個雙方壁壘分明 那包含他們本 他們庫德自治區的人 要到伊拉克去 他們也不是隨便就可以過去 也是要申請一些證件等等 那像我們這些拿這個 簽證進去庫德自治區的人 我們我們的活動範圍只能夠在自治區 我們甚至不能夠到伊拉克去 所以如果是這樣講 能不能說他們是像國中之國的那樣的感覺 有一點類似國中之國 那就是說現在跟伊拉克的關係就是 就是照他們自己的敘述是說 他們就是反正就是只是形式上還是屬於伊拉克 但是事實上所有的理智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說你在自治區裡面 你大概看到的都是這個庫德的旗子 所有的這些什麼道路 各個所有的標示都是庫德語 那這個就是他們自己也分得非常清楚 反正就是說看電視上那個巴格達現在亂成那個樣子 他們說那是伊拉克的事情跟我們無關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要說兩邊完全沒關係 這個也不是完全這個樣子 譬如說伊拉克的總統是庫德人 那其實就是這個原來庫艾蒙 庫德斯坦愛國聯盟的這個領袖 後來去當伊拉克的總統 所以其實在一定程度上 庫德人還是有在參與伊拉克的政治 伊拉克的國會裡面還是有一定比例的 國會議員是選自庫德自治區 只是庫德自治區對於參與伊拉克的政治 或國家發展沒有什麼興趣 他們覺得伊拉克就是一個失敗國家 那他能夠自己獨善其身過得好好的就可以了 你在那邊有沒有談到就是說 將來有沒有可能台灣直接跟庫德這一邊發展出 實質上的雙邊關係 不管是貿易 我也好奇比如說貿易有沒有希望在那邊設點 或者說我們的中油有沒有想要在那邊可以間接買油等等這些事情 是我有探尋過 我貿易有去過 貿易在去年的時候應該是有 已經有人去過庫德自治區了 那現在我覺得台灣如果跟庫德自治區能夠有些合作 這個對雙方來講都是好事 主要是說雙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但是庫德自治區現在比較大的問題還是它本身的經濟結構 就是說它是一個以石油為主的一個經濟體 就是說台灣如果要過去你譬如說在那邊投資 你要投資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可以投資的 而且它那個人工其實蠻貴的 人工蠻貴的 蠻貴的 生活水準很高 很高很高 它那邊有外勞 跟台灣一樣 對有這個尼泊爾跟孟加拉的這些外籍勞工這樣 所以其實那邊它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製造業 可是另一方面呢 這個地方它在這個農業或是一些技術上面的基礎 事實上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它事實上是可以發展一些特定的產業 譬如說精緻農業等等 它現在連蔬菜水果都是從伊朗進口 就是本身有那麼肥沃的土地 它就是兩河流域的這個美索布達米亞平原 人類文明的搖籃 一直到現在為止都還是一個農業區 但是你放著這個這麼肥沃的土地不去用 只會挖石油 我覺得這個對那個地方的發展也不是好事 然後另外一個有一個還蠻關鍵的議題 就是說庫德自治區它跟美國的關係比較好 就是說過去他們一起合作打伊斯蘭國 那他們一直還是把美國當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 那也因為這樣 中共其實在那邊的影響力不大 就是說我們知道中國現在在中東地區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這個投資跟合作計畫 透過一帶一路 那相對來講 我的判斷是認為 北京對庫德自治區不太可能太大的支持 因為它太大支持不就支持人家獨立了嗎 那跟它自己的政策相矛盾 那中國還是希望能夠跟巴格達比較好 保持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前提下 台灣跟庫德自治區是可以發展 比較更深的 比較更細膩的合作 在目前為止 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沒有直接設點的一些國家 是由其他國家的管處來監管這個地方 現在是由 我們也沒有在伊拉克有受拜之處 可能是從土耳其那邊還是怎麼樣 但是不行 因為土耳其跟庫德自治區的關係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那一般來講就是 如果說是以地緣來看的話 我認為就是我們駐杜拜的代表處 以及駐約旦的代表處 事實上是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在地緣上面 他們跟庫德自治區是比較近的 我們下一段我們來談 就是剛剛陳教授所提到 2017年的這個獨立公投 這個事情到現在仍然是有 相當長遠的一些影響 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談 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談